有关跟私领域的事情 造成对家人 事实者 跟社会大众的困扰跟疑惑 在这边表达最真诚的歉意 深深一鞠躬 立委罗志正遭周刊拍到 与办公室助理五天内两次进出Motel 一早他取消原定的广播专访 先出来紧急灭火 两人都戴上口罩就怕被人认出来 只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女主角是罗志正办公室副主任 脸佩莹 年约40岁 对这事件的始末我们向他说明了 他们认为基本上是了解 我的整个发生的一个情况 老婆是原谅了吗 没有所谓原谅 就是信任我 信任你是没有做这些事情 还是认为您有做这些事情 信任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那周刊拍到的画面 有关整个事件的始末 真相 还有事实的部分已经向家人说明了 那我不希望在这个公共场合 在公开向大家说 以免造成更多的困扰 不承认有婚外情 不管记者怎么问罗志正 都得到跳针一样的回答 周刊画面对比罗志正和老婆一起唱 《坎君的手》更嫌讽刺 罗志正的老婆就是以雪中红 红旗一时的歌手陈亮仪 过去罗志正选立委 都看得到他卖力助选的身影 只是学者出身的罗志正 是蔡英文总统的爱将 这回爆出外遇 恐怕将成为他选新北市长最大的阻力 而是蔡英文总统的爱将